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格利百贝姆项链 打开红盒子 我最喜欢的就是 饰品盒子呢 就是卡蒂亚的这个红盒子 我觉得非常喜庆又非常高贵 因为它的这个首饰盒上呢 还镶嵌着金色的花纹 非常的精致 又非常的高档的样子 然后我们打开盒子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项链的样子 就是 首先有18K金 就是这条一链子 然后固定在这个白贝姆 就是和这个钻石镶嵌的 这样一个吊坠上 这款项链呢 是叫做平安服项链 它的寓意呢 也非常的好 就是守护 那我觉得就是 自己买这样一款项链的话 就是不仅寓意好 而且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戴在脖子上的效果 我这款是迷你 就是超小号 虽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如果戴在脖子上 还是蛮亮眼的 我这款项链呢 刚刚从韩国带回来 时间还不是非常久 一个月不到的样子 所以它的这个颜色 会比较新一点 白贝姆呢 也比较亮一点 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上身效果吧 现在我已经是戴好了 可以看出来这款白贝姆的项链 还是非常的 虽然就是迷你号码 还是非常亮眼的 然后大家千万要注意的是 白贝姆呢 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一定要注意 好好保养这款白贝姆 白贝姆不能就是浸水 如果大家洗澡的时候 或者是喷香水的时候 一定不要碰到白贝姆 因为它很容易就是 褪去表面的光泽 如果你碰到这个水分 或者是香水 或者是含酒精的东西的话 然后呢 它这款项链的刷 是有两个调节扣 我扣的是最末端的一个扣子上 它还能扣在就是 第二个调节扣上 大概相差五厘米左右吧 扣在这个扣子上呢 可以迭代 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它跟那个提夫妮微笑项链 迭代的一个效果 还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它这款项链 要注意的是呢 就是它的这个扣子上 这个扣子上 是有一个就是 它的身份证号的 所以大家在 不是自己买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挑选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上面的身份证号码 是跟这个证书里的号码 是要一致对应的 是正确的 就是我这个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时间也是有的吗 19年10月29号购买的 然后上面有一串 它的序列号 就是这个证书 大家一定要保管好 因为这个证书 它的作用就是 帮助大家后续清洁 或者是保养 都需要带上这个证书 然后接下来说的 第二款项链是什么呢 就是这款宝格力 这款宝格力呢 买来的时间也有两三年了吧 就是我保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可以看到我这个盒子啊 带子啊都在的 然后宝格力的这款项链 我非常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它这款项链啊 非常的大气百搭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就是盒子 就是跟那个 这个卡地亚和提夫尼的不同 它们都是内衬都是绒布的 但是它好像是海绵的 取下这款项链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取下来的效果 这款是叫做BZERO系列 它这个系列呢 有就是全钻 还有就是 就是玫瑰金陶瓷项链 还有就是白金 白陶瓷 我这款呢 是18K金 黑陶瓷项链 它的这个陶瓷 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弹簧嘛 所以它也叫弹簧项链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上面 有清晰的宝格力的雕刻 另外一面也依旧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它的内部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它也有一个身份证号 虽然不是每个品牌 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但是很多牌子它是有的 比如说像宝格力 像卡地亚 但是像Tiffany就没有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宝格力的身份证卡呢 也是在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它的这个身份证号 以及这个内衬 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对称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品了 那最好这些稍微贵一点的首饰呢 不要找代购去购买 除非是特别信任的 那不然我觉得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也不是很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 这两款项链 就是价位不是很一致 像卡地亚这款呢 就是市场价在中国买买的话 是一万四五吧 但是我是在韩国买的 可以便宜一点 一万二左右就可以买来了 那它的这款项链呢 比较小巧精致一点吧 然后可以看出来 这个链子啊 跟宝格丽相比呢 细了非常非常多 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粗细程度 但是它们的那个K金成分不大一样 你可以看出来 虽然它们都是18K金 什么叫18K金呢 18K金就是含75%以上的金的成分 其余的一些合金 就是它们各自的厂家不同 所以里面含的其他一些成分 镊啊铜啊什么的都不一样 所以它们呈现的效果也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链子 就链子来说 我比较喜欢就是宝格丽的这款链子 因为它比较粗 比较就是牢固一些嘛 然后它也比较抗躁一些 比如说你头发拉扯到 或者是毛衣拉扯到的话 它都不会产生一断裂的那种影响嘛 然后它的这个调节扣也做得非常牢 而且也非常的有创意 就是依旧是用这个圆环设计 它扣不是扣在圆环内的 它是扣在环与环之间的链子中间的 它也有就是三种戴法 一个是扣在第一层 第二层第三层 它可以让链子就是挂下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试带的效果吧 好了现在就是已经上升的效果了 上升的效果可以看出来 这个都是比较就是凸显女人味 以及高贵气质的这样一款项链 然后第一种戴法呢 就是坠子在前面的这样子一种戴法 然后第二种戴法呢 就是把这个链子前挂 我现在是扣在第二个调节扣上 如果扣在最里面调节扣的话 可以当锁骨链就刚好卡在你这个锁骨之间 就是这样子挂下来 我非常喜欢这款项链 可以既hold得住就是比较休闲的服饰呢 又可以hold得住就比较淑女的装饰嘛 那这些链子有什么共通点呢 共通点就是它们都非常娇贵 大家一定不要洗澡的时候 带着这些东西洗澡 然后其次呢就是定期的进行一个护理 不戴的时候把它们放回首饰盒 因为它们很容易摔碎 我听有一些朋友说呢 这款那个弹簧项链 保个力的 它们有一次摔在地上的话 它们这个弹簧啊 弹开非常的难看 然后需要到专柜去进行一个后期的保养 然后呢 虽然我这些东西都没有进行一个保养 但是我自己在这个 首饰方面的爱护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 嗯不好意思刚才这个相机没电了 然后我就只能用手机完成最后的这个总结了 那它这个提夫妮的项链 唯一的区别就是提夫妮项链 戴在你的脖子上 它会非常没有存在感 这也是文贵姐跟我说 因为他们提夫妮项链这个设计啊 设计师 他们特意为了凸显 链子设计的非常没有光泽 然后让你在脖子上感觉就好像没有东西掉着 直接是一个坠子的这样子的一种效果 那像那个这个卡蒂亚的链子虽然细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闪 它做的这个工艺我觉得非常好 可以看得出来你脖子还是比较亮闪闪的一颗东西 因为有些时候呢 你可能坠子会淘到衣服里面去 但是你的链子依旧是看得见的嘛 所以这么亮闪闪的东西特别好看 我觉得 然后宝格丽的这个链子呢 是非常非常粗 大家如果喜欢比较明显 选择这款一定是不会错的 那三款链子中呢 卡蒂亚和这个 卡蒂亚是最便宜的 它是一万二左右 那像提夫妮和宝格丽呢 都是两万左右 提夫妮的这款钥匙的项链呢 它的链子是需要额外收费的 大概两千多左右吧 然后它这个坠子是将近两万块钱 我当时是在美国买的 然后之后涨过价两次吧 现在已经是两万多块钱了 我当时买的话是一万九千八 在上海买的 那提供到一个价格的参考 如果是给自己选礼物 价位在两万以上的呢 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两个牌子 以及反看牙宝 那么如果大家的预算是在一万左右的呢 我觉得可以购买这款平安服线链 我觉得这款还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然后戴上去也非常小清新 以及它的寓意非常好 刚才说过了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它迭代的效果吧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迭代的效果 我觉得它跟那个少脸上脸 进行一个迭代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也可以自己就是进行创意的搭配 就是上面有一个锁骨链 下面有一个就是挂在下面的链子 冬天的时候穿在毛衣外面啊 也是非常好看的 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项链 戴在了脖子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希望这支视频呢 能够为大家在挑选这些项链的时候 带来一定的帮助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或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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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